在世界枪械发展史上 有这样一系列枪械 它们促进了传统火枪 像近代步枪的演变 它们就是由德国毛色兄弟 设计研发的毛色步枪 毛色步枪采用创新的枪机设计 具备远距离狙击能力 经过不断的改装和升级 毛色步枪以其安全 简单 坚固 和易操作等特点 受到了各国的青睐 兵器面面观 毛色步枪正在播出 有这样一系列枪械 它们促进了传统火枪 像近代步枪的演变 影响了现代步枪的发展 它们产量高 装备国家多 使用时间长 它们就是由德国毛色兄弟 设计研发的毛色步枪 在世界枪械发展史上 钱庄枪作为士兵主要兵器的时间 约有数百年 钱庄枪又叫钱塘枪 最早出现在约1300年 射手在射击时 要先将枪口朝上 从枪口向弹堂内灌住火药 然后在枪口处 照一块尽有润滑油的布条 再将一枚弹头放进枪口 并剪掉多余的布条 然后用推弹杆将弹头推进弹堂 而对于火帽击发枪 则需要射手在敌火上放一个火帽 如果是碎发枪 射击前还要先用钢盘打火 在当时的战场上 往往会看到这样的场景 射手没打完一把枪递给身后的人 换取另一支装好死弹的枪 而那个接过空枪的人 必须迅速将弹药填入枪旁 以攻射手使用 或第一排的射手射弹后 后退到第二排 填药 装弹 第二排的射手上前射击 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 哪一方的子弹发射速度快 哪一方就占据了优势地位 19世纪上半夜 一种定装式的纸壳弹问世 它将弹头 敌火和发射药合为一体 从而为后装枪的诞生 创造了条件 1836年 德国枪械专家德莱赛研制出了针发枪 这是一种采用后膛装填技术的枪械 其使用的是纸壳弹 在射击时 射手用机针从后面将子弹推入枪膛 当扣动扳机后 枪机上的长杆形机针会刺破枪弹的止壳 撞击敌火 俨然发射药将弹丸射出 与前装枪相比 后装枪的发射过程大大简化 发射速度也提高了数倍 而且射手还能在卧柜 跪 甚至跑洞中装单 因此 格莱赛的发明受到了军方的重视 开始量产 1866年 萨托马战役在欧洲打响 普鲁士军在总参谋长毛奇的指挥下 打败了奥地利军 尽管决定这次战争胜负的因素有很多 但有一个因素不可小视 普鲁士军大量装备了后装的 格莱赛针发枪 而奥地利军使用的仍是前装枪 这就意味着 普鲁士士兵的火力远超过奥地利士兵 从而大大减少了大量的伤亡 1871年 毛色步枪登上了历史舞台 说起毛色步枪 无论如何都绕不开毛色兄弟 保罗毛色与威廉毛色 毛色兄弟出生在德国南部 巴登福腾堡州 奥本多夫小镇的一个枪械世家 他们的父亲安德斯毛色 是奥本多夫福腾堡皇家编工厂的 一位枪械制造师 老毛色共有13个孩子 威廉毛色是他的第12个孩子 保罗毛色则是最小的 毛色的四个哥哥也在这家工厂工作 毛色兄弟童年和青少年时代 是随父母在奥本多夫度过的 由于家里孩子多 为了维持家计 他们少年时期就在福腾堡皇家编工厂 做联时工 威廉毛色从学校毕业后 一直在福腾堡皇家编工厂工作 保罗毛色则应征入伍 赴了一段短期兵役 1859年 21岁的保罗毛色退役 回到福腾堡皇家编工厂工作 8年后 由于福腾堡冰工厂停业 他们兄弟二人便来到了格里的诺里斯冰工厂 从事枪械的设计工作 在这里 毛色兄弟和诺里斯一起 成功研制了一款 11毫米口径的枪击持动式步枪 这是一支采用金属弹和枪弹的单发步枪 也是一种新型的枪击旋转后拉式步枪 旋转后拉式枪击 是靠枪击后拉完成退壳和弹药装填的 其没有采用复杂的枪击制动机构 而是通过将拉机柄回转至枪击卡口 实现枪击的固定 结构更加简单 手动操作的回转式闭锁的枪击 其原理和装插口灯泡一样 灯泡如同枪击 灯座如同机匣 枪击送弹进入枪堂后 旋转到一定的角度 枪击上的闭锁击搓进机匣的槽中 完成闭锁 设计后先旋转开锁 再后退 这一切动作通过手动操作枪击上的操作机柄来完成 毛色兄弟设计的这种枪击 对后来的旋转后拉式枪击的设计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这款毛色步枪的主要特点 是有螺旋形弹线 采用金属和定装式枪弹 弹头为背角式 提高了弹头强度 射手操作枪击机柄 就可实现开锁 退壳 装弹和闭锁的过程 可以说 这款毛色步枪完成了从早期火枪 到近代步枪的发展演练 它还具备了现代步枪的基本结构 这款步枪以毛色兄弟和诺比斯的名义 于1868年6月2日 获得了发明专利 此时保罗毛色年纪30岁 1871年 德国决定采用毛色兄弟发明的 这种直动式单发步枪 装备德国军队 并将该枪定型为71式步枪 随后该枪开始量产 在此之后 弹仓式步枪出现了 士兵们不再需要打一发子弹 装一发子弹 弹仓式步枪采用弹仓攻弹 打完一发子弹后 枪手可拉动枪击 使下一发子弹入膛 大大提高了射击速度 当时各个国家设计的 枪械弹仓结构和布局 各有不同 有的是位于枪管下面 或枪托里面的 圆筒形弹仓 有的则是位于 枪身中部的 合式弹仓 1877年 第十四俄统战争爆发了 在围攻普列文要塞时 土耳其军队装备的 温彻斯特M1866连发步枪 完全压制住了 俄国军队使用的单发步枪 俄军传统的四刀攻势 在温彻斯特连发步枪的 火力下 完全被划解 这场战役 让各国军队意识到了 连发步枪的威力 于是各国纷纷考虑 换装连发步枪 此背景下 德国军队 其需一种连发步枪 来代替七一式单发步枪 此时 威廉·茅瑟已于1882年去世 于是 保罗·茅瑟给七一式步枪 增加了一个弹匣 实现了疑似装弹多次射击 这种改进型的七一式步枪 在1884年 被德国军队采用 所以被命名为 茅瑟七一八四式步枪 1884年 法国化学家发明了无烟火药 与在此之前的枪弹 普遍使用的黑火药相比 无烟火药的燃烧速度更快 这有利于提高子弹的出速 便能减少射击后的火药残渣 于是 步枪的射速和威力得以提高 同时 枪械口径也从11毫米 减少到8至6.5毫米 1886年 法军开始装备采用无烟火药的 8毫米口径勒贝尔步枪 那时 世界各国都在积极研究 无烟发射药技术 德国于1888年 通过一个专门的军事委员会 把无烟发射药 慢力下使弹仓 和其他国家步枪的先进技术 融合在一起 研制出了1888式委员会步枪 但是 保罗毛瑟对这款步枪并不满意 于是 他对毛瑟步枪进行了一系列改进 并于一年后 推出了毛瑟1889式步枪 该枪采用单排排列的合适弹舱 发射无烟火药步枪弹 此外 还参照了英国 李安菲尔德步枪的设计 把原本固定在枪击前部的垃圾柄 改为固定在枪击后部 这种新设计的枪击 比旧有的枪击更容易操作 保罗毛瑟不断地改进和完善它的设计 先后推出了1894式和1895式步枪 毛瑟步枪以其安全 简单 坚固和可靠等特点 受到了各国的青睐 随着毛瑟步枪的广泛应用 保罗毛瑟也逐渐控制了 皇家兵工厂的股份 不久之后 皇家兵工厂改组成了 毛瑟武器制造股份公司 1898年 保罗毛瑟的代表作品 M980步枪问世 毛瑟M980步枪是一款手动步枪 它的设计非常经典 后来这M980步枪作为设计蓝本 而它们的改进版在设计原理和基本结构上 往往都遵循原有设计 如英国的P14步枪 就是一种采用了毛瑟式枪击的新步枪 M980步枪全长1250毫米 枪管长740毫米 空枪重量为4.1千克 有4条右旋膛线 发射7.92毫米口径的毛色枪弹 子弹的枪口出速为每秒878米 有效射程500米 其仍采用枪击旋转时的闭锁方式 单发射击 M980步枪一惊问世 就作为德国陆军的标准制式武器 装备了德军打半个世纪之久 毛色M980步枪在交战中 具有远距离驱击能力 加装光学瞄准镜后 可具有较高的射击精度 1933年 德军开始进行军备扩充 不久之后 德国研制出了MP38冲锋枪 和MG34通用机枪等先进枪支 但在步枪研制方面 却没有什么进展 因为许多德军将领 对毛色M980步枪十分认可 他们认为 如果重新研制一种新式步枪 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而且还未必赶得上M980步枪 所以德国最高指挥部决定 仍将毛色M980步枪 作为德军的标准步枪使用 只对其略加改造 将枪身长度缩短 1935年6月21日 德国陆军将缩短了的 M980步枪 命名为毛色卡尔98K步枪 其中 卡尔是德文卡边枪的缩写 后面的K为德文短的缩写 毛色卡尔98K步枪 枪身比M980步枪缩短了140毫米 具有与M980步枪一样的特点 即射程远 精度高 稳定可靠 杀伤力大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 德军已经装备了数百万支 毛色卡尔98K步枪 据统计 从1935年正式投产 至1945年二战结束 毛色卡尔98K步枪 共生产了1000多万支 毛色卡尔98K步枪 具有射程远 精度高的特点 德军在旗上安装了光学瞄准镜 将其作为狙击步枪使用 德军还在毛色卡尔98K步枪上 加装了榴弹发射器 使其可以发射破甲弹 杀伤弹 照明弹等多种弹药 射程超过百米 不久之后 德国研制出了弯曲套管 该套管作为独立部件 被大量装配在 毛色卡尔98K步枪上 这种弯管枪 适用于巷战和嵌豪战 既能攻击对手 又能保护几方士兵的安全 此后 其他国家也开始研发弯管枪 毛色步枪的使用时间 超过了100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其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 他还继续参与了许多局部战争 同时 毛色卡尔98K步枪 也是现代民间射击活动中 一种非常普遍的步枪 时至今日 我们仍能见到它的身影 毛色系列步枪 奠定了毛色兄弟 在世界枪械发展历程中的重要地位 在世界轻武器发展的史册上 留下了重要篇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